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聊话题叫老来子 我们以前小赵都知道 24校里面有老来子采疑疫情 好像小学就有教过这个课文 老来子他七十几岁,他爸爸九十几岁 他爸妈九十几岁,牙都没了 老来子常常打扮得像小丑一样 像幼童小丑一样,在他父母面前耍猴戏 逗他父母开心笑 所以叫老来子采疑疫情 其实老来子这个人是一个官位 他有官位的,不是普通人 那我就在想,老来子真的是太辛苦了一点 现在的人还有没有老来子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代能够老来子七十几岁 他父母九十几岁,那已经是超高龄了 以前的人的平均说明四十岁而已 那我就想到这老来子 现在的人可能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父母都不在的时候 自己可能还,余年还很长 这些人应该怎么,应该是要采疑于自己吧 老人家特别喜欢穿鲜艳彩色 就是那个彩度很高的衣服 像鲜黄色,鲜红色,鲜蓝色,鲜绿色 都是这种纯度非常高的颜色 这就是因为老人的视觉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穿的比年轻的时候鲜艳 尤其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军人 他们穿的非常的朴素 或者是工人都穿的工装,军装 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穿便服 等到老的时候 因为他们一旦穿的便服之后 反而挑选的颜色都非常鲜艳 所以你看那个老人穿的越花 你越要替他鼓掌 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境在改变 在急剧的改变当中 这是心理学 老人心理学的一部分 其实什么叫老 我是觉得说,那孔子曾经说过嘛 由于欲治于学 不知老之将治 其实事实上 像我是1955年出生 今天六十六岁,六十七岁 反正就是这个年龄嘛 反正就是老人嘛 已经领了证的老人 那像我这样的老人 这个应该讲说 不知老之已治 觉得好像还没到 其实不是 你只要生一场病 或者做一个什么 一个意外伤害的话 你就发现到你老了 确实老了 身手大不如前 完全不是以前那个 这昔日的那个 那个矫健身手了 那我 前几天我看了那个 看了一个什么 荣民周刊什么吧 有一个人 他自己投稿吧 一个文章 他说 他45岁上校退役 军中上校退役 退役之后 然后他就继续他这个第二阶段的努力 又去学校兼课 然后又到那个 因为学校 我想到私立学校吧 去兼一些课 然后再来就是 又帮他儿子创业 然后他现在63岁了吧 还比我小 年龄还比我小很多 他63岁的时候 儿子事业已经稳定了之后 他开始 顾他自己的 后这个 余年 他想要 要去哪里玩 要吃什么 都尽量的放开 然后要去 想要读的书 就开始尽量的读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 可能军人他有素薄吧 我这后面这些什么 骑马射箭 帆船风浪板 还有武术 戏曲音乐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 我都是在 那个零碎时间里面 夹缝时间里面去做的 那我以前 18岁吧 18岁就开始 学骑马 当时我就 因为要 喜欢野外成骑 骑在野外 所以我就要招兵买马 因为那个马场 人数不够的话 他要派出很多马童 骑着摩托车 跟着你 顾你的安全 也顾那个马匹 那 因此 你人数不够的话 不符合他那个 出团的条件的话 他不会 他不会 不会为你一个人 让你去这个野外成骑 除非 除非你很熟悉 那 除非你很熟悉 那个地方 所以我 我常常要招兵买马 那因为起码有危险性 所以我都会教 在事前 我先先教 还没上马以前 我就教他们 如何打浪 如何 如何 如何做这些 很多基本动作 如何压浪 推浪 等等 因为我18岁的时候 我教他们的 那时候因为很仔细 所以现在事隔40多年 我在2014年选那个里长的时候 选我们那个里长的时候 我曾经印了这个证件 真的就有骑马项目 结果引发了很多老朋友 都是这些精植 一身春雷 所有植服的动物都苏醒了 老吴又出现了 老吴跟我聊天 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 我以前教他们骑马 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说 你怎么会记得我教你骑马 他说你怎么打量 他在我面前重复一遍 我很惊讶 所有的那个药领 什么口诀 通通都正确 我就问他说 你以前跟我骑马 我没印象 但是你后来有没有再骑 他说从来就再也没骑过了 就骑了101次 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兴趣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穷吧 那个薪水很少 那要玩这种高级 这种活动的话 基本上玩不起 那要经过我的鼓吹 我常常鼓吹的说法是说 我可以 你为什么不行 所以让鼓动的这些年轻人 跟着我一起去玩这些活动 但他们只玩了一次 那我玩了一辈子 这上面也骑马 这个上面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点那个射箭来骑马 这些武术这些东西 这个有一大堆影片 那当时我就 我就奇怪 他后来到了现在了 现在大家都是六十几岁的人了 那你说你 我问他们说 你们还 后来没有骑过吗 你现在还 还可不可能骑 当时还是五十几岁 我当时还五十几岁 六年前了 七年前 那他说 不可能再骑了 因为那次骑了以后 就没有再骑 但是他要领记得很清楚 是因为我当年教他的时候 耳提面命再三的交代 叮咛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才十八岁 他大概才十七岁 或者十六岁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刚刚讲 那个退役的上校 他到六十几岁 才开始要读一些书 我曾经讲过 我读知识通鉴的读法 是因为我看了一本 看了一个叫刘 一个刘什么先生 刘什么青 他写的 他写的 那个中国的 算是通史 他把知识通鉴 各个史书的条文 都拉进来 编了一套书 大概有七八本吧 我曾经介绍过 我就是因为 从他读他那个东西 我再去读这个 这个知识通鉴 因为他挑出来 已经是把这些 这些史书里面 重点挑出来了 那中间有些编年史 或者是这个 那个计算题 他就不讲 这个不是一个通史 他是一个 连续下来的 按照时代 不同的 按照那个年份 这样下来的 把重要的故事 拉出来 那每一个故事 都可以 都可以做演绎 都可以做讨论 所以我觉得 那个人 他自己 他说他是在陆军 他是陆军上校退役吧 他退役之后 他没有去 跟人家打麻将 晒太阳等死 他说他以前 在兵马空中 没有办法读书 没有时间读书 他是陆军的军官 上校退役的 他说他退役以后 他就花钱买了这些史书回来 然后他因为他 他之前没有读过大学 所以他 他读的是军校 不是大学 所以他要读史 他有很多困难 所以他就 就从旁的 再从那个 比如说 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历史的研究 那个 叫什么 什么N的 我一下忘了 现在年纪大 记忆力不是很好 那 他从历史的研究 这些书 这些书我全部看过 那我看这些书的原因 也是因为读书 读书兴趣 他就 他非常有兴趣 他花了20年时间 我不知道他几岁退役的 可能当时他退役的时候 年龄可能比较大吧 可能到50岁退役吧 他花了20年时间 读这些史书 然后把他做笔记 然后之后他 他 他那个父子 结果那个 又是文艺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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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刊登 他的这个 帮他出版 他就出版了 那这个人 我是觉得挺伟大的 他花了20年的时间读史 我才曾经看过 另外一个台大 中文系教授吧 他说他在台大 呃 叶秉庆吧 好像是叶秉庆教授 他说的 他那个 他读大学的时候 史记跟那个知识通鉴 他都没有时间细读 所以他 大学毕业之后 在留在台大当助教的时候 他花了五年的时间 把知识通鉴读完 花了 呃 同 好像花了两年的时间 把史记 再读完 那继续再攻其他的史 我想我可能比他幸运吧 或者是怎么样 我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把这两本书读完 因为这两本书是 呃 中国历史里面 史书里面很重要的两本书啊 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那因为没有 没有所谓 没有像我这样的说书人 来跟我讲书啊 所以我就想说 用我来 用我来讲啊 我读的史 历史故事来讲 讲给大家听 你就省得你再读书了 尤其是啊 四十几岁 有的人都老花的很严重啊 有的人呢 非文症啊 什么老人 老人症都出来 还有白内障 什么 不良阅读 所以老人最常见 就是大家就坐在里面 砍大山嘛 闲扯淡 每天扯的东西啊 千篇一律 都是那些东西 十年如一日 都是讲这些东西 反复的倒来倒去啊 那就倒到他 until to die啊 那我是觉得说 这种日子没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能够colorful一点呢 多彩多姿一点 就像我在后面这个证件一样 我当年提出这个证件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 为了要救我们这个眷村嘛 硕国景城的海军眷村 那我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说 你这个诚意过高啊 谁会玩这些东西啊 大家都了不起 打个麻将 再不来喝个酒 小酒 然后再不来就是 就是糖尿病 然后就要打胰岛素 要不然就是洗肾 就是这些 这些疾病 高血压三高 每天熟药玩 度日子 晒太阳 已经算是不错了 谁还跟你去玩这些东西啊 骑马射箭 这些东西对他们太远了 他年轻的时候没玩过 也不想玩 那到了老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再玩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就是看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像比如说 我的以前的当兵的时候 老哥们 他参加老人 退休了嘛 他参加老人大学的课程 那个讲师 那个老师 放影片说 有人介绍眷村 就放了影片 放了有一段是我的影片 他从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 然后放了我的影片 他说这个人 我认为我以前当兵的同学 那个老师说真的假的 他说这就是谁谁谁谁谁 他说那很意外 结果我那个哥们很意外 然后他就想就来找我 找我在网络上找我 他说那老师从哪里download 他说到我上网 他没有上过网络 从那时候开始学 上Facebook 那老师教他怎么样上Facebook 他在Facebook来找 结果找到好几个跟我同名同姓的 吴忠诚这个名字的 结果后来有的是做这个 有的是做那个的 结果终于找到我了 看他这不是我吗 然后就点进来 点进来就跟我联络上了 这个师联的这个同志 是40多年 结果他就很有兴趣 因为他也是另外一个眷村的子弟 他爸也是以前军人退役的 结果他就跟我聊 他说他看到这些活动非常的心动 他说飞行他可能不行 飞行伞他不行 游泳他也不行 潜水帆船这些他都不行 他就想挑一项骑马 他挑骑马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想说能够到蒙古新疆去走一趟 要去西藏可能高原缺氧可能有问题 像我这样子 等到这个疫情过以后 我第一个活动就希望能够到西藏走一下 因为60多岁的人能不能上西藏还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上去是横 竖的上去横的回来 甚至于这个固体上去粉体回来的都有 那这个我刚讲的意思你大家听得懂吗 那像这样子的 有的人是磨刀祸祸祸 每天在那边练习剑走 早起早睡的 结果没想到去了一趟西藏之后 从此一命无乎 就在那边就挂点了 缺氧嘛那边高原 所以我想说 今生如果要去西藏 就是这个疫情如果尽早结束 结束之后我第一志愿就去西藏 否则等到这个疫情如果再拖个两三年的话 那我可能也这一辈子也去不成了 那至少说西藏蒙古应该还可以吧 因为它地道物博嘛 空气很充裕 而且人跟人之间距离很远 那那个地方就可能需要骑马 所以他就想要学骑马 我说好 这个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 但是毕竟他年龄也大了嘛 所以要学骑马 可能骑那马走一走可以吧 要跑个轻拐步 要打浪 要推浪 这些可能都有困难 何况要跑大跑什么这些东西 这如果你年轻没有开始的话 老的时候开始年老入花虫 这个有点相当之危险 所以我就看到说 有很多东西 我很庆幸就是说 同样的都是在一个环境里面 出生长大 也并没有含着金汤出生 可是我玩了很多东西 都是童年玩不起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玩这东西呢 我想这是个人属性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想要 你就会得到 比如我讲说 以前那个 这些乐器 什么小提琴 什么长笛 西洋长笛 贵的钥匙 我们不可能学嘛 钢琴也不可能买嘛 但是我们有资云日 等到我们的经济能力到达那边的时候 这个情形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虎克定律 那个弹簧 弹簧你越压 它弹得越高 但是你压久了之后 弹簧弹性疲乏的时候 你压力一放释放之后 弹簧弹不起来了 这个情形就像这样子 有在一个被受到限制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 刚开始是环境限制你 然后之后因为你没有反弹嘛 所以等到环境解除之后 你也弹不起来了 后面是谁限制你 是自己限制你 这个心理学上 举了一个例子 就讲说 常常有那个 以前在上海的大世界 我小时候我父亲讲给我听 他有去看过这个表演 跳蚤表演什么 表演拉黄包车 然后跳蚤还有表演什么 跳高 那个跳蚤 他把跳蚤放出来的时候 那个跳蚤只跳一定的高度 在桌面上跳 他不会跳 一下跳不见了 原因就是 他训练这个跳蚤的时候 是拿个杯子 透明的杯子 让那个跳蚤在里面跳 跳蚤一跳就顶到那个 顶到那个杯底就掉下来了 他这样几次受挫折 他就自己控制住 他怎么跳都不会撞到 那个玻璃杯的顶 所以他就这样跳 跳跳跳 跳久之后 玻璃杯拿开之后 他仍然在那里跳 只限制自己的高度 这就是那个跳蚤的惯性 那这个例子就是 像还有那个大象 大象之所以会被那个 会被那个人驯服 是因为那个象在很小的时候 就用铁链把他腿栓起来 腿栓起来的时候 那个小象挣脱不了 他力量不够大 等到这个小象长大之后 因为他那个那个链条已经把他习惯了 那个链条之后 等于他长成大象的时候 实际上他可以挣脱那个链条 连那个桩子一起拔起来都有 都没问题 可是这个大象从小习惯被那个链条绑住 所以他不会去想要抗争 所以他就被限制住 被人类控制 所以人就可以像那个 那个像 那个像 像夫啊 那个讯像师就可以 就可以控制大象 实际上大象随时要 要脱绪演出 他有那个能力 但是他不敢做 因为他受自己的限制 前半身是环境限制 后半身是自己限制 所以我是说老来子 就像刚刚讲 那个那些人 都是因为自己限制自己 我以前也是一样 我们同样的 拿同样的薪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是这样去骑马 这样去玩飞行 潜水 这些玩意儿 我一样也没少过 那为什么我敢做 别人不敢做呢 我想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自己自我设限嘛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我那个 看到那个 那个人写那个文章 我觉得他是一个老来子 还有一个受 让我刺激很深的 就是我 今天吧 最近 最近我就看到一个 看到人家在那个 做那个 那个 那个 手工艺的产品 用那个铁丝 做一些 做一些骨架 做一些骨架 我一看 因为做的蛮 蛮像的 那但是我想说 先凶 先凶吴海元 他就有这个能力 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 跟着他跑 他比我大六岁 那他很会做手工 不管美术 不劳作 工艺 他都很厉害 都无私自通的 那他因为 他不喜欢读书 所以那个 那个 学 那个 学业成绩 很不理想 所以我父亲 常常 常常打他 但是他就喜欢玩 就喜欢做 劳作 用刀子削 那个 用木头 削成什么 什么什么各种造型 刀 刀枪 剑脊 他还做过一把手枪 一比一的手枪 木头做的 那 繁子中的 那我父亲 只要一看他做那个 就把他折断 那种很精细的工艺品 他把他折断 因为什么 那个时代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你如果说不读书 你就 你就 你就好像没有前途似的 因为那时候 没有什么 什么美术工艺科啊 什么这些 这些 这些专业的那个 而且 先父也不相信说 美术可以 可以当做一个职业 因为在他们经过 二十大战的 各种战乱 饥荒等等 他们知道 最有用的 像先父的职业是医生 所以 在任何 任何时代 都是很需要的人才 可是美术工艺 不见得需要 因此 那工人可能还 技术工人可能还 还比那个美术工艺 这些艺术家 要来的 更容易生存 所以他就认为 这个些没有用 一直到他高中的时候 突然 想要读书了 结果他就 成绩在他们学校 是佼佼者了 他高中的时候 结果到了那个 他从高二才开始 土飞猛进 突然一下子 各种成绩都很 分数都很高 那他们那个学校 职业学校 可以保送到 那个海洋学院 当时是有这样子 海洋学院每年 有多少名额 可以让各个这种 水产职业学校 毕业生 可以保送到他们学校 只要学业成绩 达标 结果据说 他好像只差了一分 学业成绩只差了一分 就可以保送海洋学院 如果他保送海洋学院的话 他的整个人生 整个改观了 不会是 不会是进军校 也不会去进 那个情报局 干部训练班 第十六期 去干情报员 那他可能就是 就从事这个海洋 海洋方面的这个事业了 接去他以前的那个 那也可能就是 就就就 气五重文了 就就不会再去 再做那些东西 那实际上 我我我常常 这样回想起来 他因为童年的时候 被我父亲的 这个强 强力的压 压抑 使得他这个个性 非常的扭曲 那实际上 他有那些能力 比如说 你童年的时候 你买不起那些 那些铝线 那些Y 那你现在 你现在有这个 到了这个经济能力上 你自己可以买来 自己满足你的 你可以做那些雕塑 你可以做各种 你想要做的东西 就像我一样 我不会垂长笛 但是我看到长笛 我就想要学 我就买 看到小地形 我就买 看到什么 我就买 因为有这个经济能力 你为什么要 要压抑自己呢 可是先兄 他就是压抑自己 压抑到 我买来的材料 我在做的 那个剩余的材料 他拿来做 做一些东西 那那些东西 其实不 不比那些 所谓的那些艺术家们 差 那我是觉得 他是一个 非常被荒废掉的 一个人才 很可惜 他先兄 已经去世了 那但是他这个 你如果说 要真的说 正经八百 说来来 你好好 我买材料 你来做 他又不愿意 他有一些估摸 什么的 很多的理由了 但是当你 你没有要他做的时候 他就会做出 很多很多精彩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种估摸的 并太心理了 但是我们不管他怎么样 他就是 该做什么的时候 他没做 而他该 这个 也不能讲 不该做 而是因为 因为那个时代的 需求不是这样子 那他那时候 童年的时候 做那些工艺美术 都很精彩 渐渐都是精品 好像有一些 这是我大姐 好像给他收藏了 他的一些作品吧 但我没有收藏 我们最后被军方破签 从眷村破签的时候 我就问我们家人说 你们都很欣赏 他的作品 要不要留 要留就拿回去 后来有少部分拿回去了 那剩下那些 那些铁丝做的那些造型 那些动物造型是什么 因为没有人要 我就把他踩扁 非常可惜 非常追星气血的 一件事情 但是我就觉得说 可惜的是 他在生前 没有努力的去 发挥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 大概 他的那个潜在能力 可能没有发挥到百分之二 不是百分之二十 是百分之二 因为他还有很多很多能力 是我看过 但是他没有发挥的 是因为他受限于 被他自己所压抑 那我刚刚从头到尾 讲这个老来子就是什么 就是解放吧 老人不只对色彩敏感 要穿很鲜艳的衣服 不管他欲不欲亲 或者他愉悦自己 都是很鲜艳的东西 那就是因为 他这是一种 一种好的现象 就是他改变 他以前的思维模式了 那能够改变 在视觉上的 那为什么不能改变 你的行动呢 这就是我觉得 我看到那几个例子 从那个报纸上看到的 那个人写的文章 跟我看到的那个艺术家 还有跟我的童年玩伴 还有我的那个军中好友 等等这些人 全部都是 今天我们都到了 都到了老年了嘛 以我来讲 我都67了 那他们有的年纪 比我更大了 那你有没有玩过 这些东西呢 起码射箭 潜水飞行 通通没有嘛 那你不会觉得很遗憾吗 如果你觉得 觉得射在太阳等死 就是你的人生的话 那就是属性不同嘛 但如果不是 那何妨 何信忽来 当然我不会展开双臂 让你们来玩这些 尝试这些危险动作 我还是接引出击吧 接引年轻人 心态年轻 身体状况允许的 如果身体状况不允许 就不要 不要拼死吃河豚了 以上文章能跟各位分享 老来子 谢谢 谢谢